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百公里远的视距外目标 更被称为超视距作战的强大武器 美方今年首度同意 在台湾进行实弹射击 尤其飞弹的弹头 有跟我国熊山飞弹一样的巡标头 接近目标时就会自动打开 搜索空中目标并且快速摧毁 而空军一共向美军采购 400多枚AIM要两栋先进中程 空对空飞弹火力强大 共军军纪一旦被锁定 想逃都逃不掉 也让台海紧张情势 共军不断威胁下 美方充分授权 受台武器进行射击 嚇阻共军别轻易打台湾主义 女生季季来自然是 男生就是男生 男生 女生 男生